但它的愿景As simple as notepad 像记事本一样简单 但是呢对像数据库一样强大 单前page 上面的所有方向链接的引用 而且是blog级别的引用 全部都展现在这里 然后呢你按照tab或者是cards 也就是看板或者是taps 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展示 哈喽哈喽 大家晚上好 国庆快乐 什么听说又有新的玩具 差生文具多 一款全新的笔记软件 Tana又出现了 话说我买的新书 都还没看完第一章呢 所以我就放下了 不要先生的这本打开心智 今天给大家来开线一下 Tana这款全新的笔记软件 最开始是在ROMCN群里面 王淑义老师介绍了 这款新的知识管理应用 Tana 然后后面又想起 其实Jesse在英雄以前 就介绍过他跟Tana的 放审之一 Steam聊过 然后我就想起 我之前跟Steam在推特上 也有过交集 所以我就直接找他 要了一个邀请码 他给我讲了 现在目前这个版本 还会有一些中文输入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起 他好像之前在中国待过 然后也会说中文 其实 那么现在我已经收到了 Tana所邀请的邮件 所以我现在就来带大家 进行一个简单的软件开箱 好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他的官网 他的官网的slogan 我非常喜欢 叫做 The Everything OS 他想成为一个 所有事情的操作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有一个直观的演示 当我们把每一个 nodes里面的内容 摘取出来 比方说它是一个meeting 或者是加上了一个tag 他就会可以组成这样一个 知识网络 一个团队当中 所开的会 所面对的客户 所记下的笔记 和所执行的项目 以及项目的任务 都是相互关联起来的 所以他希望成为一个 万物OS 万物操作系统 他最有特色的 就是这里所说的 Super Tag 每一个note 都可以加上一个tag 而这个tag 它是有一个tab的定义 有点像 一个抽象的实体 比方说一个设计任务 它里面会有 设计草稿 完成时间 执行人 等等 当这个抽象概念 被加到一个note之后 这个note就可以成为 下一步进行组织的 一个标识符 从而你就可以借助 数据库的一些能力 对它进行 多视图的查看 并且能够 筛选啊 分组啊 排序啊 等等 当然它也是致力于 打通知识管理的 各个环节 从收集到连接到协作 这个图还比较有意思 就它的图谱 可以变成像 XMI的 自维导图 这样的 竖形结构 另外就是 它这里有一个 Flow的概念 F打头 Fand Filter Focus 当你用Super Tag 进行标记之后 比方说这里的 开发任务 一般任务和Bug Design任务 可以按照一定形态 进行一个组织 这里是其中一种 也就是看板 将不同的note 或者叫任务 显示在工作流的 不同阶段当中 比方说这里的下一步 或者是正在进行中 或者是已完成的阶段 最后呢 期望它可以 构建任何事情 然后将其用于一切 可以理解成 构建万物 用之万物 构建万物 用于万物 可能更合适 这里可以有一些 直观的感受 任务列表呀 表格呀 大杆呀 这种看板呀 等等等等 这里有各种各样形式的 信息组织方式 可以想象 做一个大杆式的笔记软件 加上这些super tag之后 就可以任意变换成 各种形态 就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吧 可以变换成各种可大可小 可长可短的多种形态 好 下面是一些社区的一些反馈了 那我们回到这个视频 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这个音乐还挺好听的 我会用翻译的形式 让中文意思放在字幕里 那我们开始播放 我会用翻译的音乐 可以注册一下 好 注册完毕 我直接通过Google账号 进行了一个登录 它有一个loading的效果 好 这就是我第一眼进入到 Tana的一个效果 简单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有一个侧边栏 可以展开收起 当然它也支持鼠标悬浮 它进行展开 上面有一个today 这应该就相当于一个daily notes 然后这里有一个quickadd 这个小绿框 其实是我的几个插件 我先把它关掉吧 这里有一个管理crown插件的插件 我先把它给去掉 那我再刷新一下 这里的daily note 会显示当前是在哪一周 然后会有一个today tomorrow 然后这最上面 其实是一个canada 也就是说 在canada底下 会有每一年 每一周 每一天的一个日志 其实这个跟我目前 在Roysearch的用法 是非常类似的 我也会有这样的 从上至下的一个规划 从年度计划到OKR 再到美洲的计划等等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quickadd 它也支持快捷键 那现在跟我的crown插件有所冲突 那就先随便添加一些内容吧 但这个就遇到了目前 无法输入全体中文的一个问题 大家清楚是因为字体还是什么原因 我们可以添加到today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添加的内容 到了这里的10月4号daily notes里面 然后在上方它会也会有一个next day perious day的一个切换 并且可以愿意的去到某一天 比如说去到下个月的1号 这里会自动生成一个morning routine 也就是说 以前我在Roysearch里面 需要手动进行 输入的morning routine的这种方式 它现在是可以直接 内置在kina里面 不过这个功能我也可以借助于 smart block的插件进行实现了 并且这里有个小细节 也就是说每一个block 它这里称之为note 它里面会有一个note的note的感觉 也就是说当你添加一个new block 当你按下快捷键 但是我不太清楚它快捷键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一下右上角 它会有一个快捷键的简单提示 也就是说这里有一个control-i 添加description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description的快捷键就可以添加内容了 可以看到这里就添加了一个description 也就是说它跟workflow很像 就可以为每个note添加一个description 好那这里有一个搜索 我们来搜一下刚刚添加的new block 也就是说可以添加的 当然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些样式的小bug 我注意到这上面可以添加成一个桌面版本 那就install这个pwa 好然后右上角这里有一些设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也有一个暗色主题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好了 但是这个字体在暗色下面是看不清的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些tana的laps 也就是有一些实验系的功能 然后下面一个是它支持从 run和workflow直接导入进来 但是点击之后好像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这里也可以邀请 邀请的话好像也没有做 所以这里面的功能其实是不完全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一个documents 然后也就是说它通过一个 webhub的开源项目 做了一个import工具 也就是说你需要在本地手动去下载代码 并且执行转换的这个脚本 不过后面应该会支持 直接从网页版导入内容吧 好OK我们再来试一下这里面 具体的block里面有什么内容吧 暂时不支持斜干的方式添加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之前看到官网中介绍的图符 但是目前来说好像找不到一个入口 再确定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里可以增加一个okspace 就有点像roll research里面的graph 比如我新建一个graph2 也就是说这里会并列有两个graph 第一个默认的graph的名字 是用我的用户名来分成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schema和library 以及settings 那一个graph的settings其实是可配置的 比方说是否显示侧片 是否显示你完成的任务等等 也就是说整个笔记软件的一个效果 其实是作为文本被写在你的库本身里面的 当然这里有一个library library的话从字面上理解 它当然就是可以添加任意的内容 可能是作为文献卡片盒等等之类的概念吧 比如说添加一本书 OK当它有多个graph的时候 这边可以直接switch Canada 比方说你有一个作为personal 有一个作为workspace 也就是你的工作所用到的内容 那的话你就可以定义两套不同的schema 也就是规范来使用不同的workspace 那比方说这里我可以去定义每一周 然后定义每一个todo 比方说这个todo的tag的名字 或者是它里面的内容 这个schema稍微有点难理解 但是从编程的角度来说 它就有点像一个数据库里面的自定义字段 比方说notion里面你定义了一个列 这个列它可以有不同颜色 当然它最主要的是里面会需要有一些字段 比如说有一列字段 它可能是开始时间 然后有一列它是结束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里的field 它让你指定有一个字段的类型 比如说我这里添加一个新的类型 叫做结束时间 但它现在无法输入中文 它把这里的字段称之为tag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tag变成super tag 但我再添加一个 比方说有个checkbox 就是是否已完成 我能明白这里的一个设计的理念概念 但是这个操作起来 确实还不如notion里面的database直观 好那么我们配置完了之后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todo里面就可以看到 这里会有一个查询的框框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query 理解成run research里面的query 但这个query在run research里面 大家都还没有搞明白 可能这里会更加可视化一点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not done 也就是当前未完成的todo 你可以添加一些条件 比方说这里添加一个workspace 就只搜索当前这个workspace里面的todo 你可以看到当我点击完成 它应该就只搜到了我当前这个workspace里面的todo 这下面可以查看它所有的字段 比方说如果我点击一个勾选 那我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filter 我可以不显示已完成的内容 所以它底下就显示说nothing to show 但这里支持group和排序 以及是否显示哪些字段 那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是 让我添加新的do 比如说publish video 然后我再进行一个view的切换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这里的概念 就是当我在一个纯文本大干式的无数据库里面增加了任意的文本之后 我可以通过视图来让它显示成多种形态 比方说现在的默认视图也就是树状视图 但我也可以让它变成一个table 对吧 就像notion里面的数据库的概念 当然我也可以让它显示成cars 作为一个看板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finish script 然后它以这个完成或已完成进行一个排列 但这里有个taps 这个taps感觉不太清晰 但因为我是从编程的角度去理解这样的概念的 我就一直很担心就是对于一个普通用户 他是否能够比较顺畅的去理解这里面关于schema 和schema里面这种field的一些概念 甚至你要自己去自定一些字段的选项等等 甚至这里还有一个advanced高级设置 说实话这个签套已经比较令人费解了 再结合这里有一个live query 也就是实时生效的查询条件 和多种groupsort display等情况的组合的话 确实可以玩出各种花样 但是对于产品的易用性其实也比较有伤害吧 我觉得 所以对于一个普通用户来说 他每天可能的一个工作方式会是这样 每天我先安排自己的一天 因为这里有一个morning routine 作为一个模板 自动的让我进入状态 写一下日记 感谢一下今天的三件事 以及我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 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任务 然后我就在下面开始想 今天我要做哪些事情 我有哪些to do 比如说今天说我要去看这个tana的工作的未来 当前这里是一个today page 我可以去随便搞达它 最后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全新的状态 这一点其实跟daily note是非常类似的 但它的愿景可能是as simple as notepad 像记事本一样简单 但是就像数据库一样强大 这两个目标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怎么样扩展一个文本编辑器 使之变成一个数据库 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以及当我在左边添加任何的to do 它都会出现在当前这一天的 其实比方说我这里添加一个任务 叫做trytana and give feedback 可以发现当我回到daily note的时候 它就直接出现在这个位置了 我可以直接放大对这个内容进行一个查看 当然下面也会有对应的一个反线链接 我可以重新回到这里的to do 或者是回到today的daily note里面 我可以来查看一下tana的一些基础内容 当然这个就是一些基本的大杆的设置了 然后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导航 当然也支持这样的拖拽 也可以按tab进行一个锁定 这内容其实都跟传统的workflow 或者是roll research都是非常类似的 而最最强大的一点就是它这里的super tag的概念 也就是把每一个note作为一个子元素 加上tag进行一个组织 这样的话我们在定义schema的时候 就可以规范每一个note 比方说Canada下面就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 我的2022就是一个年 这样一个field 所以我可以点击查看list of year 就是我每一年的一个内容 我就可以添加一个新的 叫做2023 这一年 就是2024 但这个周 它当然就是一个周的schema 这个字段下面也会有一些属于它自己的字段 提前就是my days 所以这个schema的扩展和研究 应该是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比方说这里的list of week 我就可以根据这个tag展现所有的link的reference 你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单前page下面的所有方向链接的引用 而且是block级别的引用 这样的话整个数据库应该是一棵树的感觉 只是说对于每一个节点你可以按照tag的方式进行重新的组织 就比方说把一个树上面的苹果花全部都展现在这里 然后呢你按照tab或者是cards 也就是看板或者是tabs 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展示 其实不同的views 在我的理解里面就是不同的新制模型了 通常来说我们在使用tab的时候 就是想要规范化的查看所有的数据 就像excel里面所做的那样 而当我们使用这个cards 也就是看板的时候 通常来说会以一种项目管理 或者是任务管理的方式去看待每一个页面或笔记 至于这个tab可能更像是一个对比的感觉吧 比如说第45周46周等等 至于这些排序和group filter等等 不是数据库的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还是回到那句话 他呢想要成为认识管理的未来 他想要让我们像记事本一样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却有database一样的强大的能力 他的可想象空间会非常的大 但具体能够把它发挥到什么程度 还取决于使用它的个位 所以你有什么想要使用它的具体场景 可以在弹幕或评论里面开一下脑洞 直接可以预告一下我想做的一期视频 就是我最近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或者就要想明白了大干式软件对我的意义 回到今天的tana这个新的工具的 试用上来说的话 任何新的工具都可能带来新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要明白工具对我们的意义 最近在跟另外一个伙伴讨论 如何以一个团队的形式进行知识的分享 也就是团队级别的知识管理 我们尝试再用crop来做每一期的茶话会分享 我想我应该会从金字塔原理的角度来解释 用research 为什么是我的思维中台 或者将这个话题扩展开来 任何一款笔记工具知识管理工具 对于我们思考而言 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好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这一期能给大家带一些新的思考 并且欢迎留下你的反馈和评论 更别忘了三连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